現在即使年輕改革過了 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 這個我一定要去講清楚說 你不用怕啦 那實在是都有考慮 我女兒不教勞退 我被我念 她說她用不到 我說妳就是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不關心年輕 但是問題是 這個要讓年輕人知道說 這個對她未來是一個保障 能夠在紛紛擾擾當中 還是能夠腳步穩健的 能夠完成這個階段性的改革 這個年輕面臨到的 財務窘困的情形 還有面臨即將破產的事情 我看了這個資料以後 確實是蠻驚訝的 政府一年就要提出 3100億的錢 來作為有關軍工要退府的部分 年輕的潛在債務是有8.1兆 所以蔡總統當時也給我們一個指示 很明確 她就說要 政府付得起 退休領得到 哪裡不合理的地方要去改 其實我們的退府制度 當時在設立的時候 是在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在的時空 在當時的情況下 薪資的成長率也都很高 還有一年調整兩次 經公教薪水的情況 那個經濟成長率 從6、7% 馬上很快的降到4% 3% 以前的利率是10到12%左右 現在的利率不到2% 結果那個時候要18%是合理 就是銀行利率的1.5倍 可是到現在我們還在點18% 就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總統也一再強調說 我們要做的年輕改革 實際上是需要與時俱進 我們改革的是一個制度 我們改革的不是一個個人 而且我們要脫掉的是一個包袱 不是脫掉我們的責任 在這裡也要跟大家保證說 因為在所有的法律 這個修法裡面都有 政府付最後的保證的責任 這是最後幾戶的責任 所以在這一個部分 我是覺得年輕人真的是可以放心